好 欢迎 门一开 民众瞬间涌进 知名百货南西店周年庆 不为台风架如其开跑 尽管北部风雨越来越强劲 但依然吹不息民众的购物热情 气垫粉 口红 香氛 沐浴组 买了将近两万 没有特别计算 就觉得想吃就来买这样 刚好有活动 看准周年庆优惠多多 甚至有民众出动行李箱 来抢便宜 打算买好买满 百货业者看好业绩 渴望挑战5.1亿元 业绩的部分的话 我们预估是成长0.7% 那人流的部分来说的话 我们初估是可以成长 大概2%左右 另外新中百货也是风雨无阻 三日周年庆照常开跑 连锁购物中心也在同天 展开首播周年庆 预计人潮都预估可成长 5%到10% 而原本二号独家暂停营业的 台北1013号也恢复营运 知名百货周年庆首日 是强碰台风价 现场人潮是多得像过年一般 百货是笑呵呵 因为业绩暴涨 不过就有贵哥贵姐是土新生 认为希望民众好好待在家里 有贵姐抱怨 百货没有要放过大家 到底为什么坚持台风天营业 还得冒生命危险上班 也有人说风雨交加之时 提早下班 风大到一走出门 伞就被吹歪 员工他在台风天冒着风雨 跟大众交通工具 可能会停死 可能会停死的状况而出勤 那相关的盈利事业 甚至是百货公司 可能就要给予相应的交通津贴 外头强风好雨狂吹 贵哥贵姐台风价没得放 硬着头皮出门上班 只盼百货业能好好重视 员工安全 继续操线休一层才过到